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0月1日星期二,我是明镜特约记者岳哥,现在介绍澳大利亚和纽西兰英文媒体对中国大阅兵的报道,北京正在展示肌肉。 10月1日上午,中国举行了盛大阅兵室,授阅官兵近1.5万人装备580台套,战机160余架,编成了15个徒步方队,32个装备方队和12个空中梯队。 澳大利亚和纽西兰主流媒体都对阅兵室进行了报道,普遍认为这是北京在展示肌肉。 澳大利亚ABC的报道就指出,北京有很多理由想在关键时刻高调展示其武器装备。 该报道,援引麦考瑞大学从事亚太安全研究的教授贝茨·吉尔的观点指,就国际观众而言,整个游行旨在传递一种力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威慑。 ABC的相关报道特别提到,中国展示了两种装备,第一种就是东风41型洲际弹道导弹。 报道指,中国在10月1日的阅兵室中展示了号称世界上射程最长的洲际弹道导弹东风41,据说这种导弹的射程可达1.5万公里,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在其射程之内,它或可携带多达10枚弹头打击不同的目标。 吉尔教授就特别解读,认为这款洲际弹道导弹,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它都是压轴的武器装备,这是中国最强大的多弹头核武器,其射程能覆盖整个美国。 这是另一个信号,不仅显示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实力,也向美国发出了相当强有力的信号,即中国核威慑力量的可靠性。 ABC的相关报道,特别提到的第二种武器就是新东风时期超音速弹道导弹,报道指,作为阅兵室中展示的第一批大型军事装备之一,中国新东风时期超音速弹道导弹,接受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这种超音速弹道导弹系统能够越过美国的防空系统,它们一旦发射出去,其速度将严重限制对方军事领导人的应对时间。 报道指,这款弹道导弹于2017年首次经过测试,能以超音速飞行。 外交家杂志当时的报道称,这种弹道导弹预计能同时携带核弹头和常规的有效载荷,它们亦有可能突破美国及其盟友现有的反导弹防御系统。 吉尔教授就特别强调,这将使该弹道导弹射程范围内的军事指挥的决策变得复杂起来。 这位麦考瑞大学亚太安全教授贝茨·吉尔同时也接受了悉尼先驱晨报的采访,他就特别解释了北京方面为何对导弹研发情有独钟。 在吉尔教授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1世纪的海战和空战经验为零,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与美国的海军和空军直接对抗。 解放军发展可以在本土发射出去,最远可以攻击到美国的导弹,形成了对美国的威慑。 吉尔教授同时表示,仅从阅兵很难判断中国的导弹技术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也无从知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操作理论到底是怎样的。 透过亚太安全专家吉尔教授在接受悉尼先驱晨报时所做的表态, 可以看出他对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实际战斗力持审慎态度。 而在中国大陆,东风41早已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 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东风41采用惯性制导系统和多弹头轨道转移技术, 这可以使多弹头以载入方式攻击,每个弹头都有自己独立的飞行轨迹, 可以攻击不同的目标,同时还能够释放右耳弹, 进行末端机动变轨突破反导系统,根本无法拦截。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政训练系副主任副教授袁周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东风41机动洲际导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目前威力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导弹。 如果按照每秒钟就可以飞行8.3公里的速度来计算, 东风41飞抵英国伦敦只需要16分钟,而飞往美国纽约也只需要21分钟, 半小时全球必达,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洲际导弹。 纽西兰主流媒体也对中共建政70周年大阅兵进行了报道, 其中和澳大利亚媒体一样,英文媒体staff也对东风41和东风17进行了突出介绍, 并且特别提到,北京对导弹和其他远程武器的重点研究, 体现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地区主导的渴望, 也是为了对台湾、南中国海和相关争议地区进行主权宣示。 以上就是澳大利亚和纽西兰主流媒体对大阅兵的报道,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纽西兰主流媒体都认为这是中共在进行肌肉和力量的展示。 我是明镜电视特约记者岳哥,期待您的评论,感谢您的订阅。